如果给你送外卖的小哥是拳王 那么你还敢给他岔皮吗 他叫张芳语 1993年出生在重庆营养 父母在他五六岁时就带着他外出打工 2010年辍学了 为了追寻自己的拳击梦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断练 吃完早饭后前往外卖站开始接待 下午三点他赶往拳馆 开始每天三小时的训练 晚上回到家还要对着镜子继续练 2015年12月 默默无闻的张芳语 被选去给一位曾经的拳运会冠军 打提升排名的比赛 而他却大爆冷门击败了队神 后来很多专业选手听说是跟他打 都直接放下 2017年 他成为了我国第一位 WBA除量级青年拳王金腰带得主 成名后的他继续送外卖 当遇到不讲道理的顾客时 他会忘记自己的拳王身份 不停地弯腰道歉 他说站在拳台上 我是拳王 拳台下我就是个生外卖 这是2019年发生的一场 中日拳王争霸赛 交战双方是中国外卖拳王张芳勇 对战日本种子选手钱穿龙斗 说到这个钱穿龙斗 出身于拳击世家 15岁远征泰国 四战四截 17岁拿到东日本新人王的称号 澳式亚洲 职业战绩11胜1平1负 7次配务对手 实力非常的强劲 此前唯一输的一场比赛 是跟香港著名拳手曹星如 打满10回合 遭遇职业生涯首半 中国外卖拳王在赛前发布会上 因为并不被看好 张芳勇也并不愿多谈对手 而是表示感谢人们因为他的经历 而给予他更多的关注 也希望他的励志经历 能够让更多人爱上拳击 不过我也期望 能够带给战队一场胜利 在拳台上用战绩证明自己 不过在称重仪式上 张芳勇在通过称重后 嘶吼了一声 并做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展示了自己的决心 好了 话不多说 精彩比赛开始 张芳勇就是身穿海军蓝短裤的选手 对手是黑色短裤 这是乾川龙斗 乾川龙斗曾经拿到过 日本的东日本新人王 他现在属于日本非常有名 双方一个换拳 一上来就是重拳进攻 对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乾川龙斗 他的战绩是非常的漂亮 11胜 1负1比7KO 好 漂亮 张芳勇的后白 其实这个乾川龙斗 他是他们家里有四兄弟 他是出自于北海道的一个选手 他曾经在15岁就被送到泰国去 那么进行这个 当时因为泰国没有年龄限制 所以他被送到泰国去打比赛 那么17岁回到日本以后呢 当时已经四战四伤4KO了 17岁回到日本以后呢 成为了那个东日本新人王 那么他当时在不败战地下呢 曾经跟曹新如打过10回合 曹新如是咱们国家 非常有名的一名 改参中国香港的选手 张芳勇打得漂亮 没有被日本人的气势吓倒 几次重拳击中对方头部 双方战装对攻 乾川的拳头也很重 要注意防守 但是这本联盘他跟他以前的这个公司 有一些矛盾 并不是他说他没有本事 能在日本拿到东日本新人王的这样的 他就是说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当然他这两年半没有打拳 那可能对他有一些适应擂台 有一些难受的地方 好 张芳勇不断进攻非常好 好 左右右摆拳 但是回防一定要注意 对手的反击 而且他的力量也是非常大 对 张芳勇不断 对 张芳勇不断 对手示意 头 头碰到 但是排排没有 没有做出 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对 张芳勇现在贴上去 非常漂亮一个后白 张芳勇今天战术还是没错 他不给对手拉开距离的机会 一定要贴上去 是的 但是他张芳勇在做 他把个非常消耗体能 就看看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不要让我瞧 看杜亭龙的那六回合比赛 是的 张芳勇的那一场也是 中国应该是年度最精彩之一的比赛 对 当年 张芳勇直拳 马上去 他不给对手这个拉开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打得就非常好 但是 张芳勇这种 张芳勇防守 防守又注意防守 对手的拳力度非常高 而且拳非常脆 哇 勾拳 对手的勾拳 漂亮 勾 漂亮 勾 勾下去 勾 漂亮 前手摆拳 很好 张芳勇的这种打法呢 对手也是极其不适应 对 第一回合打得还是 勾 漂亮 又是右手 先上勾 然后再平勾 但是张芳勇不能大意 不能大意 对 很好 非常好 一直贴上去 我们来看看第二回合的较量 期待张芳勇有更好的表现 好 有点着急的 刚才重方第二回合较量啊 海军蓝短裤的这是中的选手 外卖拳方张芳勇 就是 就是短头发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卖拳方张芳勇 长头发的是日本拳手 第二回合一上来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火拼 但是张芳勇防守一定要做好 张芳勇今天这个右手还可以贴面贴的还是比较紧的 对 但是对手的拳非常脆啊 我们看到对手是11胜一副 也就输给过曹欣勇一次 然后11胜7KO 7KO呢在日本 日本这一拳手来说 他这个战绩也是十字名归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 而且他现在其实在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会啊 叫协中会 日本历史上出过92个拳王 其中有14个是出自协中公司的这个 哦 勾拳 哦呦漂亮 对张芳勇注意注意下巴注意对手的勾拳 对对手勾拳非常好 好 好 这张芳勇不断进攻 不断进攻压迫 对对手打得比较细 好我们看到对手的好多好像已经被张芳勇打开了还是血溅上去 好 漂亮右勾 右勾 非常好看 张芳勇好 好裁判告他不能压人 不能不能下压 张芳勇贴靠非常好 贴上去 对张芳勇的战术执行得非常好 对 但是他的只要回防快一点的话 漂亮 哦 对手哇连续摆拳 连续发力 张芳勇要弹好 还好都抱住 我觉得他基本抱住了 是的 对手这个打拳打击的不是很大 对对张芳勇造成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张芳勇一技精准的后手直拳 命中前川面部 差点将他击倒 打得漂亮 此人前川激烈反击效果不大 张芳勇加油 除了他这个血气方方的这个这个性格啊 张芳勇今天的右手勾啊 先把对手这个头打起来 然后在后手的 这个左手的平勾啊 打得确实是比较漂亮的 对 张芳勇的状态 你看到张芳勇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不断的去压迫对手 让对手激起来 漂亮 漂亮一个后白 再后白 因为张芳勇说外卖拳王 其实他还是要靠打工来养活自己啊 为了备战那场比赛呢 他没有回家在春节期间 一直先是在昆明备战 那么在春节之后呢 来到M23拳馆啊 跟着这个M23的战队一起训练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教练啊 教练就是 非常地阳刚非常的血腥 对 所以他的比赛呢 也是非常的疯狂 这也是他 就是市场 市场吸引力比较好的一面 很酷 上来就一个前手摆拳 没有那么多说花哨的 我就上来就是干 贴近了咱俩就要打吧 是的 好今天张芳勇的后手摆拳 非常不错 但是 连续连续前排 但是要注意对手的反击 对 对要反好 好很好 性格 性格很火爆啊 张芳勇也非常火爆 让现场完全荒芜起来了 哇对手勾拳 漂亮漂亮 连续两个 对连续后排 上来 把对手的头打起来 对 很好 这种战术让对手完全不适应 漂亮 但是一定要注意对手的 反击 不能 张芳 在我身后啊 徐岔喊喊 喊张芳勇让手抱紧一点 是的 是的 因为对手很容易打穿他的报价 对手的技术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技术步伐 但是张芳勇今天十五松五 不是不给对手距离 对 看到他现在的 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就想起当年他和侯廷龙的那一场血战 对 也是想起这种状态 对 完全不给对手发挥自己优势的距离 对 完全不给闯息的机会 对 好 现在还是在不断地压迫 不断地进攻 对 但是他回防 回防有一些问题 应该回防更快一点 抱得要紧一点 哇 非常漂亮的后手排拳 漂亮 张芳勇左右摆拳立功了 打得前川很难受 前川尝试反击 没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 张芳勇要注意防守对手肌腹 要注意要注意 哇我们看到啊他鼻 他这个鼻血在一直的流 因为对手他为了顶进去 对手肯定要点他这第一项 是的 好连续金服 对张芳勇要注意对手的 又一个平洞漂亮 对要注意对手的勾拳 勾拳腹部 因为勾到腹部的话 动拳挨到 把对手勾到对手腹部很容易消耗体能 嗯 哇对手的勾拳也是非常重啊 但是张芳勇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好 对 我们看到还是不断的在压迫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张芳勇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一场比赛 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 高档次的赛事啊 这个虽然龙头水平是绝对不弱的 是的我们看来出拳动作 哇对手也开始发力的要喊好 对有一个摆钩 要喊好 哇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张芳勇基于想证明去年的这个状态 不好的状态 嗯 所以这也是他想 动力 是的是的 我们看到一上来也是刚刚的这个 这个打法 但是对手战术有点改变了 对手战术开始移动了 啊 开始移动的更多 这个对手呢是来自K 和W啊 俱乐部日本的 K和W呢 K呢是协融会 对 哇我们看到还是两个人还是在近距离的一个对攻 嗯 今天的这个若林的会长啊 日本的那个 KNW的这个会的会长啊 若林也来到现场啊 他就是上次跟你比赛那个若林俊的爷爷啊 也来了 好 来看看双方的这个 哇 看上去 哇 对手的拳非常重啊 对手的拳 一定要 漂亮 要打回来好 勾上来非常轻重非常轻重 哇 非常好 马上迈回局面 裁判没有做动作 好裁判 裁判这个暂停比赛 啊 他对手觉得说张旺有撞了他的头啊 是的 但是应该还是没事 啊双方都是打天靠 应该还是还可以 对问题不大 好一上去就后排 前置后排 我们看到前穿龙斗的后背 满满背都是鲜血啊 哇 勾拳很重 勾拳很重 大朋友要注意下巴 对 漂亮 勾拳 还一个 现在 张旺有今天感觉钻对手这个拳件 这个拳钻的都是比较清楚的 是的 报价进去这几下 原来他其实打的没这么细 但是今天打的非常细 啊 前穿龙斗 这个让他完全不适应 哦 路马琴特的绝招都用出来了 看来张旺勇这一次也是非常放松的这一场比赛 哇 要绑好对手开始发力了 右手 左手抬起来 左手抬起来 要绑好 对 漂亮 哇今天张旺勇的风格就是 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三拳的这种性格 让这个日本拳手完全不适应 今天完全是自己的这个节奏 是的 带入自己的节奏 哦 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手摆拳 直接点进去 张芳勇漂亮的一记后手摆拳 压迫式打法执行的很成功 近身肉搏缠斗的打法 前穿打的很难受 没有什么好方法应对当前的局势 双方的体力消耗都很大 并且都挂惨 在F23训练也是非常有效果 对 这技术还是比较细的这几下 对 又一个前手后手 漂亮 看张芳勇这个缺点就是 回防慢一点 对 困难有点大 右手的回子 漂亮的扣拳 后手指 哎 防防防防 价钱 要有节奏 有节奏 张芳勇漂亮又一个 好 回合结束 我估计前转龙走心里都虚了应该 到目前为止他对张芳勇的这个战术毫无办法 接下来开始第五回合 张芳勇有怎样的表现 后面局势有什么变化 期待张芳勇超越自己 打出精彩的比赛 今天我估计摆票的这个 现在还是政府都没出场 然后现在观众应该觉得摆票应该是多所值的吧 是的是的 现在还进行到了第三场比赛 就差不多进入了高潮 等下到郭春翔他们的话 我相信全场都会 倒起来了 对 漂亮 好 好 好 下潜非常棒 我们看到张芳勇现在的进步 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对 技术动作更加细地了 对手的右手 对手的右手 今天的防守不好啊 对 今天张芳勇的后手摆拳也是吃到 漂亮 很多便宜 很好很好 好对手开始想偷抱的意思了 后面啊徐散涵 徐散涵说他累了 是的 跟上去 对手有点不复权了 对 张芳勇我们看张芳勇的状态是想 要把对手KO的那种形态去一直进攻啊 对 张芳勇今天的比赛 漂亮的后手 后手 这手打了两个上钩 又还回来了 连续勾拳 连续勾回来 回来右手 漂亮 我们现在全场都非常火爆啊 嗯 这个我要是有这个技术统计的话啊 双方的互相的出拳和命中的拳 应该也是非常多的 一回合交换拳至少得一巴射一百拳了 是的 是的 还是不断的在压迫不断的进攻 对 其实远程张芳勇不是不行 但是 现在他把对手带入了自己的节奏以后 他更加便宜 对 哇 张芳勇要注意他的肚子 刚刚被对手迎击了一个肚子 因为我们知道高辅的拳的话 消耗体能是非常大的 而且容易打差气 正好激气的时候我们挨一下 是的 是的 好 又开始又开始逼着对手 张芳勇今天的总体来说报价还报得比较好 哇 哇 我们看到张芳勇这个火爆的打法 火爆的风格 啊 挑衅对手 对 思议你继续继续 我没问题 哇哇 哇 张芳勇打兴奋了挑衅对手 场面有点火爆 观众在这一刻被点燃 双方继续近身缠斗过程中 前船的眉骨被打开 流了很多血擂台上撒了一地 前船的情况不秒 通过场外医生判定 前船已经不能进行比赛 因为前船龙斗又眼角被打开 医务监督宣布终止比赛 最终在点数比拼中 三名裁判都给出了49比46的相同分数 一致技术性判定张芳勇3比0获胜 帮助中国队大比分2比1领先 确认自己获胜后 张芳勇也难掩激动 双膝跪地庆祝 赛后接受采访时 张芳勇首先感谢了权威四海L23战队 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表示虽然业内很多人 因为外卖小哥的身份 和野路子出身都不看好自己 但靠着坚强的意志 我一定能继续冲击亚洲拳王 世界拳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